現在切皮蛋和豆腐 剛才講過的主要是用蠔油再加些麻油 其實我們知道皮蛋可以拆爛或切掉 我這次切掉 先把皮蛋切碎 我們先把皮蛋切碎 當然,切大切細就隨便你 我這次切不是切得太細 我喜歡切大一點 變成大一點好像有一點咬口 各位顧客,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在錄製現場的Live TV節目 如果是,不好意思,有點不方便 盡量不要從攝像機前經過 因為我們多人多民族在為大家表演 我們皮蛋和豆腐 這個豆腐可以切,可以拆爛它 我這次先把它切開 首先把豆腐切半 切成小方塊 好,我們加進去之後 我們放些芫荽進去 如果有些朋友喜歡加芹菜碎都可以 我這個就是加芫荽碎 芫荽和芹菜碎都是可以選擇的 對,就像宰哥剛剛盛掉 當然我們加了之後 可以加一點蠔油進去 蠔油大概兩湯匙左右 好,加了兩湯匙 加了蠔油就加點麻油 兩湯匙蠔油和麻油 蠔油和麻油 我們加了之後 就可以攪拌 有些朋友喜歡把豆腐這樣切爛 它也可以 你喜歡,你自己喜歡 可以切爛與不切爛 就隨便你 隨時可以把豆腐選擇 粘碎的狀態也行 就是方塊狀也行 就是根據個人口味不同 就是做出不同的做法也是可以的 我現在看到 我把皮蛋也微微刺爛一點 豆腐其實刺爛軟不刺爛就隨便你 而且豆腐可以用實豆腐 或者用軟豆腐也可以 我這次用實豆腐來的 其實小哥,你刺爛它 它可能更入味,對吧 是,會的 但是每個人喜歡 有些朋友不喜歡刺得太爛 我現在用實豆腐 所以我會刺爛一點也沒問題 如果用滑豆腐 就可以不用刺爛 好了,我們根本上已經差不多拌好了 有些朋友會覺得 因為皮蛋豆腐 因為皮蛋比較腥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介紹一些朋友 用了利感的花椒油 因為加了花椒油 它有一點辣味的話 那個豆腐就不會那麼腥 而且那個豆腐就會更加滑 所以加了這個離井機 這個花椒、辣油的話 就可以去除這個豆腐和皮蛋的腥味 所以就是… 比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的 好,我們加點花椒油進去 加了花椒油進去 加了花椒油進去 那個豆腐就不會那麼臭青味 好的 我們首先把它攪拌之後 就可以倒進去 其實這道菜我媽在家裡也是經常做的 但是仔哥的做法就更加… 怎麼說,比較專業 簡單一點… 對… 這樣我們加進去之後 我們有些煙的三文魚 我們把煙三文魚放進去 現在把這些煙三文魚片 就是一片一片的擺盤 擺在這個菜的周圍 現在這個色彩、色調是完全出來了 大家看到有三文魚的新鮮的橙紅色 還有皮蛋的黑色 豆腐的白色 顏繫的綠色 就是… 我覺得仔哥做的菜 樣子是一定好看的 好的 我們加了三文魚在旁邊 我們需要加些麻油滴在旁邊 我們知道你這樣叫兩種麻油 色除尊便 那這種麻油就是純正的芝麻油 這個麻油我喜歡用多些 這個麻油比較香 好了,我們加了麻油之後 我們加些芫荽進去做裝飾 所以剛剛仔哥說這有兩種麻油 這種是純正的芝麻油 這是比較… 仔哥比較喜歡這種傳統的風味 好了,我們加了麻油之後 表面就把肉鬆上去 放些肉鬆上去 就多一層類型的感覺 有些朋友喜歡辣味濃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花椒油 這個花椒油比較濃味 但如果你不想加花椒油 也是可以的 這個皮蛋豆腐已經造成了 是這樣的 這道醃三文魚皮蛋豆腐已經完成了 大家給一點掌聲給我們的多倫多名廚 謝謝 謝謝 好的,就像剛才三道菜一樣 大家如果想試吃的話呢 可以跟同事在我們對面這個餐台這裡 可以試吃一下這個 醃三文魚豆腐皮蛋的滋味 謝謝